10月14日在深圳市举行的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提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深圳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引擎 在上世纪80年代,深圳经济特区刚成立便发文评论的 香港珠海学院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陈文宏 对于今天深圳的改革开放实践成功顺有体会 当李浩书记去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时候 整个深圳发展方式来转变了 是以科技为主 所以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依存这个方向来的 经济已经是出口到向和科技为主 深圳科技创新发展远远不是香港所可以追及的 如今40年过去,深圳经济腾飞,勇目共睹 有人说这当中不乏香港的功劳 香港与深圳的关系从师徒变为伙伴 作为最早一批关注深圳发展的学者 陈文宏认为香港与深圳的关系 应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应该时香港与深圳的发展应该竞争与合作并存 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候 可以双方各自磨削 各自提供互补的作用 香港作为一个示范作用 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方式转移到深圳去 在这方面的转移过程中 深圳很成功的 反而到过来使得香港是不能够利用深圳发展 是更进一个台阶 所以今后发展情况两者是如何合作 陈文宏相信香港还是存在很多优势 但随着深圳崛起 香港一些人却出现一种逆反心理 加上去年社会风波跌起 激进示威者们叫嚣着要与内地隔绝 陈文宏对此颇为感慨 在这几十年发展深圳越来越发展大了时 以为深圳发展占了香港的纲 而且有一些妒忌的心理 所以在这方面更加加剧了两者之间的隔膜 香港优势最主要是国际化的情况 深圳的面向国际化跟香港差不多了 只不过就是香港在方面的发展的积累比较深 然后在金融方面两个都有不同的分工 其实香港有很多机会的 大湾区是其中一个 但香港在国际化的文化制度各方面人士 应该比深圳仲有优胜之处的 问题就是香港怎么去做 陈文宏相信 只要未来深港关系能相互促进团结协作 香港能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两个城市都能得到良好发展